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来到陈昂说流美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的大选对教育 对留学有什么影响 咱们就从这两个候选人开始 第一个就是川普 第二个是拜登 川普已经当了一届总统了 拜登是以前在奥巴马任期内当了两届的副总统 当了八年 那么川普的学位是本科 拜登是一个法学博士 川普她的夫人是一个模特 拜登的夫人叫Jill Biden 她是一个社区大学的教授 而且她在学校里教了35年的书 开始在中学 后来在社区大学 在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这些年她的太太一直在DC的一个叫Noah 就是被弗吉尼亚社区大学教英文 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那么川普这个人他是很反智的 就是他不太喜欢知识分子 不太喜欢大学 拜登是比较正常 就是对教育是很正常的这种态度 那么对国际教育呢 川普呢是不太支持的 他频频的用这个国际教育呢 作为他一个竞选的手段 来拉他的这个选票 那么呢这个拜登呢 是正常的一个态度 这里边呢 唯一川普能胜过拜登的呢 就是他是滕校毕业 他是U-Pen毕业 就宾大的商学院毕业 那拜登呢是达拉威尔大学的毕业 这是一个州立的大学 所以呢综上这些比较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次大选呢 如果是民主党 如果拜登获胜呢 是会对教育 对国际教育 对留学 对留学生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呢那作为我是一个国际教育工作者 也呢一直跟中国的学生家长一起工作 那我当然是希望呢 能够选 让这个拜登能够当选 所以呢 这是一个借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话题呢 来也讲一下美国的这个教育和留学的一些情况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留言 也有问题呢 也可以找我来咨询 也请大家呢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知乎和这个头条的频道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